好的主播 这起昨天晚间 11点多的火警意外 发生在高雄人舞区永行四街 目击民众拍下现场的熊熊火势 带您来看一段现场画面 现场火势可以说是相当猛烈 菊虹的火光不断从民宅中间窜出 卯除黑烟 还波及到一旁的住宅 其中更传出有七位民众受困 警销货报后出动大批人车 布水线涉水灌旧 拿出破坏器具入内抢救 大楼的铁窗被烧得漆黑一片 警销很快扑灭火势 而顺利被救出的七名受困民众 其中一名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而至于起火的原因 疑似是停放在一楼车库的 汽机车起火燃烧 受困民众的部分 有六名 六名意思是清楚 那一名意思是模糊 由我们的九爪车送院抢救 画面中可以看到 汽车烧的只剩下骨架 而更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待火调人员进一步调查 厘清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